好 大家午安 全都相當時間 我們持續帶您關心 俄烏交戰超過兩個月了 而現在戰火持續延燒 俄羅斯宣稱已經完全控制住 烏克蘭南方的赫爾松地區 並且在當地是播放了 俄羅斯的電視台 還有電台的廣播 當地也持續發生了爆炸案 俄烏雙方持續對峙 甚至是說是以催淚瓦斯的方式 來攻擊敵軍 那麼街上民眾是驚慌逃竄 也有這樣子最新的畫面 可以看得到 而現在也有一個最新消息 傳出說俄羅斯打算要模仿的是 克里米亞的模式 來佔領赫爾松地區 並且說要在當地舉辦獨立公投 而在赫爾松的俄國官員 也宣布說當地從5月1號開始 就要使用盧布來進行交易支付 而現在俄烏交戰 也引發了歐洲能源市場大戰 因為俄羅斯週三 他們就宣布說停止向波蘭 還有保加利亞來供應天然氣 這就是因為普丁上個月 頒令說要求有一些 他們列出的不友好國家的名單當中 都要使用盧布來支付天然氣的費用 這也是俄烏交戰以來 俄羅斯首次向外國斷氣 當然也說是被視為 向其他的歐洲國家發出警告 對此波蘭跟保加利亞及歐盟 都痛批俄羅斯 簡直是在能源勒索 白宮發言人莎琪也批評說 俄羅斯是將能源武器化 這就是因為我們已有個 這就是不正確的 這就是這類似的 提供的威力量 我們曾經想要補充 這就是為了 我們當然有關於 華爾街的財產 我們已經想要 與澳洲人的問題 但是對於西方的指控 現在克里姆林宮也有話又說了 柯公的發言人佩斯科夫 他昨天就表示說 用這種新的方式來付款 是針對說不友善的國家 對俄羅斯的經濟跟金融 採取實無前例不友善的後果 他更批評說 西方是偷走俄羅斯的大筆儲存 認為俄羅斯的做法根本不是勒索 而再來看到的是俄羅斯總統普丁27號 他在立法委員會的會議上頭表示說 任何試圖干涉烏克蘭局勢的國家 都會面臨俄羅斯閃電般的打擊 他更指責說現在就是有外國勢力 要把烏克蘭推向跟俄羅斯的直接對抗 並說西方是利用這些仇恶分子 跟新納粹的分子 讓烏克蘭來反額 如果有人願意混合在旁邊的事件 他們必須知道 對,他們將會造成為俄羅斯 不斷的影響 他們必須知道 今天我們繼續來關心疫情的焦點 香港之前疫情很嚴重 但是現在有比較緩解了 不過現在香港的新島日報 就報導說 有香港的新青年論壇 他們上週的時候是以電話訪問 訪問了967名的香港民眾 結果發現只有超過兩成半的受訪者 過去三個月都曾經染疫 而其中有超過七成半的人 現在雖然染疫已經症癒了 但是還是有一些些的後遺症 現在醫界也發現說 有多數的染疫者 儘管他們事後是康復之後 也會出現有長新冠這樣的狀況 這個長新冠指的就是說 這新冠患者他們康復之後出現 還會超過一個月的後遺症 那麼這些後遺症有什麼呢 包括了有常見的頭痛 還有疲倦 甚至說有記憶力變差的狀況 甚至說睡也睡不好 失眠 呼吸困難 跟掉髮這些皮膚上的問題 現在醫學的期刊 刺隔針 他去年8月的時候 就有專門指出說 長新冠是現代醫學的頭號挑戰 那麼新青年論壇也建議說 港府應該要趕快 界定長新冠的定義 要保障病人的權利 並且要設立的是長新冠的治療康復中心 有專科醫生包括了像是物理治療師 跟臨床心理學家來共同對症下藥 不過繼續來看到 這是Omicron它狂襲全球之下 孩童因為他們沒有疫苗可以打 所以染疫人數是不斷的飆升 而在美國這個數字 平均三個孩童當中 就有兩個人曾經染疫過 而在日本的札幌 確診將近五成都是十歲以下的孩子 很多確診的產婦因為被迫剖腹生產 主要就是因為自然分娩的話 可能因為疼痛會尖叫 所以會導致飛沫的傳染 增加醫護染疫的風險 日本媽媽大多選擇自然產 但在Omicron肆虐之下 生產方式也被迫改變 羅島這家醫院四月收治十名確診產婦 當中九人都被迫進行剖腹產 雲就是自然生產會陣痛大叫 讓飛沫亂噴增加醫護染疫風險 而放眼日本全國大多都為 確診產婦進行剖腹產 快速手術控管時間 東京近期確診數有下降的趨勢 但染疫人口最多的是 十歲以下的孩童 比例達到了百分之十八點七 在北海道札幌 幾週平均新增確診中 十歲以下的比例更逼近百分之五十 原因正是托兒所或幼兒園 孩童和老師之間快速傳播 或是大人把病毒給帶回家 導致孩童染疫比例飆升 而美國進行最新全國協議調查 沒想到得到驚人的結果 美國發現Omicron爆發之後 每四名孩童就有三人曾經染疫 兒童和青少年占全年齡層最高 因為許多人都沒有打疫苗 而近期輝瑞也向美國衛生機構提交申請 希望能批准五到十一歲的孩童 施打BNT第三劑加強針 記者綜合報導 旺旺水繩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 它能夠真的幫助你做好環境跟物品的新銷 那像我們中天呢 全天攝影棚呢 都是不停的以水繩霧化器來噴這個水繩 保持整個空氣的安全 那隨時噴的話呢 水繩隨手噴這個部分也非常適合 去哪裡買呢 都可以到快點GO 好 好 感谢观看